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4最高可获114抽 云狸焦丘稳了 2.5卡10复刻角色曝光 2.50沙城流营专服 平民玩家必抽 2.6-2.7强力角色曝光 崩铁2.4复刻花火必抽 非焦人权大C 混池预计3.0 崩铁2.4版可得星穷汇总 0克可得90抽,变化不大 新穷铁刀2.4版本的前瞻 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事件 有关于2.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已经官宣 分别是云黎霍霍、焦丘花火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除了角色的登场安排外 2.4版本可获奖励的多少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在2.4版本中 整体活动的奖励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包含了维护加修复的600星穷奖励 2.4版本的300前瞻兑换码 以及每日任务可获得的2460星穷的奖励 文宁宇宙则是可以获得1350星穷 大活动珠光剪金 可以获得2400星穷的奖励 加上商店兑换的奖励外 其余的基本上都是零零散散的小活动奖励 如千道奖励角色试用等等 对于冲了小月卡的玩家 可以额外获得3690的星穷奖励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飞消 凌莎也会登场复刻角色的话 据说也发生了大反转 大概率是在真理医生 黑天鹅黄泉三位角色中选择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非常的期待呢 星穷铁刀2.4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云黎 焦秋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新角色的登场外 后续2.5卡池的飞消 凌莎也是很多开拓者们乐意的话题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5上半卡池 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飞消 最近官方公布的飞消时机和例会 还是有点差距的 也引起了玩家们的乐意 除了时机例会外 飞消的强度 定位机制方面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来看 飞消是2.5大C 技能等相关也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巡猎起飞了 而说起2.5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莎 定位是火系风饶击破奶 整体的技能机制 非常适配超级破队的流营 说是流营专辅也不为过 不过就目前生存位的现状来看 生存位估计也要大膨胀了 也是截止到2.5版本 比较推荐优先入手的新五星角色 如果泛用性较高 即便不进流营的超级破队 也可以放到其他队伍中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后续2.6到2.7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目前已知的新角色 分别有 SP亭云 星期日 罗斯姑母 阿格莱亚 这几位据说都非常的强 不过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在2.4前瞻直播中 花火和霍霍这两位角色的抽取优先级 自然较高 花火在许多队伍中 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他是大范围伤害输出的最佳搭档 而霍霍 则是一个出色的治疗角色 在本次复刻中 许多玩家都担心他会被后续登场的灵莎所取代 不过 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游戏赛道和角色搭配 因此 差距很明显 根据2.5版本卡池复刻的消息 黑天鹅这次 应该无法逃脱了 此外 还有一位角色 很有可能是真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次卡池中 飞霄也会加入其中 许多玩家认为 飞霄才是当前版本中 顶级的大范围伤害输出角色 但这一点 仍需要等到他在测试服中的表现才能确定 根据前瞻直播中 飞霄的实际表现 许多开拓者表示 肯定会抽取飞霄 立会和建模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 尽管从立会上看起来可能普通一些 但在实际展示中 人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 必抽 至于黑天鹅 是否抽取取决于2.4版本中 娇丘的表现是否出色 卡夫卡作为负面队伍的玩家 可以重点关注这一点 如果花火已经在2.4版本进行了复刻 那么之后的2.5版本卡池 不会再次复刻花火 然而 将黄泉和飞霄放在同一个卡池版本中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可能会使辛穷的抽取难度增加 此外 关于混池的消息 我相信许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了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2.6版本的复刻角色 很多玩家都十分关注 论坛上普遍传言是黄泉 根据卡池复刻的时间线来看 黄泉的复刻概率确实很大 目前的情况是 混池有望在3.0版本开启时引入 否则1.0版本以来登场的角色的复刻 将变得非常困难 云里作为克拉拉的尚未替代 备受期待 他的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许多玩家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而焦丘则是全新的辅助角色 他在提升队伍整体输出能力方面 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现在让我们来盘点一下2.4版本 最终能够获得多少资源 以及是否能满足玩家们 对心仪角色的抽取需求 2.4版本 共计持续41天 每日奖励上半部分为1260星穷 下半部分为1200星穷 总计2460星穷 持有小月卡的玩家 在41天内可获得3690星穷 而持有大月卡的玩家将得到680星穷和4张专票 对于不课金的玩家 他们可以获得2460星穷 小月卡玩家可以获得6150星穷 而大月卡玩家将得到6830星穷和4张专票 在2.4版本的活动中 玩家可以获得以下奖励 两位五星角色试玩 1.试玩这两位五星角色可以获得40星穷 2.获得末日幻影和虚构叙事 加上混沌回忆 这些道具可获得2400星穷 3.每个版本都有的 签到10连抽 完成签到任务后 可以获得10张专票 4.版本活动中的出花席剑路 预估可以获得1500星穷 请注意 以上奖励仅为估算值 实际获得的星穷可能会有所变化 除了之前提到的奖励 2.4版本还有其他一些可以获得的奖励 以下是一些额外的奖励 开拓活动 预估可以获得500星穷 有益魔法 预估可以获得500星穷 维护补偿 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星穷 作为维护期间的补偿 前瞻兑换码 通过输入兑换码 可以获得一些星穷奖励 米油色迁道 在米油色迁道中 可能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星穷奖励 商店等其他活动 在游戏商店或其他活动中 也可能获得一些星穷奖励 这些奖励的具体数量 可能会因为活动细节 和玩家的个人情况 而有所变化 总结以上奖励 林克玩家可以获得85至90抽 小月卡玩家可以获得105至110抽这样 大月卡玩家可以获得115至120抽 小国家可以获得25至191抽